哈囉大家好我是小七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卡卡送的銅板 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卡卡送 大人們會在國慶日當天把動物從農舍裡面放出來 並且呢會給小孩一個任務 就是要在天黑之前把這些動物帶回來 在遊戲中我們要扮演這些小朋友去找動物 那要怎麼找動物呢 只要派我們手上的小朋友到地圖上就算找到囉 誰先派完手上的小朋友就獲勝了 現在我們來準備遊戲 一開始呢先將所有的版圖拿出來 面朝下洗勻他們 然後疊起來讓他們分成很多疊 每個人選好一個顏色 並且把自己所有顏色的小朋友放到自己的面前 每個人應該會有八個小朋友喔 接著把沒有用到的小朋友放回盒子裡面 我們在遊戲中不會用到 接著隨便翻開一張版圖 遊戲就開始囉 隨便選一個人開始 輪到你的時候 首先先抽一張版圖 接著拼到桌子上 在拼的時候要注意 一定要 道路接著道路喔 絕對不可以 角落對角落 接著我們所有人檢查 有沒有完成一條道路 我們來看一下 只要這一條道路的兩邊 分別都有 池塘 井 房子 或草地的話 這條道路就完成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請問一下這條道路有完成嗎 沒有喔 因為這一邊還沒有 池塘 井 房子 或草地喔 那這一條路 有完成嗎 有喔 因為兩邊都有 池塘 井 房子 或草地喔 只要有人完成道路 我們就會來檢查上面有沒有 關於你顏色的小孩圖樣 只要有你顏色的小孩圖樣 你就可以放小朋友下去喔 什麼顏色的人可以放小朋友呢 綠色跟黃色都可以放小朋友喔 因為這條道路上有他們的小孩圖樣 因為現在沒有綠色的人 所以說呢 黃色的人可以放他的顏色的小朋友喔 當我們檢查完了的時候 接下來呢 就換下一位玩家 抽版圖 拼到地圖上 只要有人把自己顏色的所有小朋友 全部都放到大地圖上的時候 遊戲就結束囉 把所有小朋友 全部放到大地圖上的人就贏了 如果版圖都已經拼完了 還沒有人把自己顏色的小朋友 全部放到大地圖上的時候 放最多小孩的人就獲勝囉 如果平手的話 平手的人一起獲勝 卡爾頌兒童版遊戲規則非常簡單 推薦給4歲以上的小朋友 一起來動動腦 在這個遊戲中呢 雖然競爭 但不會太激烈 非常推薦給你們 卡爾頌系列 除了兒童版之外 還有 非洲旅遊版 以及 卡爾頌基本版 這三款遊戲 分別都可以獨立遊玩喔